《绿A养生会》 我们这位专家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我们要掌声欢迎临床营养学专家 主任医师 硕士研究生导师 吕丽老师欢迎您 欢迎吕丽老师 吕丽 中国武警总医院营养科主任医师 硕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老年保健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今天现场也有三位好朋友做客我们的节目 欢迎三位 欢迎大家 一开始想问我们的几位嘉宾 如果说有假期的话 大家会想要怎么样来利用这一段时间 我基本上放假的时候 要么就是在家看电视 睡觉 然后吃饭 其他的事情没有 完全在家里 你谈意吗 如果不出北京城 那也是要在山上什么的 闹出去玩的 我就是跟朋友聚聚会 然后白天晒着太阳就这样的 但是我觉得因为平时就太忙碌了 工作下来我就觉得真的是太紧张了 只要有时间我就浑身没劲 我就好好的在家休息休息 这是懒的表现吗 还是乏力呢 懒和乏力实际是两个概念 懒呢 其实咱们有的时候都会懒一点 就是说我不爱做的事 我就懒 我爱做的事就不存在这个懒的问题 往往是主观的一个行为 那么乏力实际上大家都忽略它了 实际上是一种客观的表现 就人体自身的一种表现 那么这种乏力呢 它往往是你休息以后它不缓解 或者缓解得不够好 或者是今天缓解了一点 明天累了以后呢 乏力更厉害 然后缓解 稍微又缓解一点 然后长期有个积累 甚至呢会越来越重 其实乏力啊 是一种不健康的一种表现 那么经常有人会说 乏力的背后 隐藏的是什么 那么乏力本身它也有两种感觉 一种是正常的乏力 一种就是异常的 那么什么叫正常的乏力呢 就是说他一说他呢 特别喜欢疯玩 疯玩以后你是不是觉得很乏力 对 但是你回去休息以后 很快就缓解了 第二天我照样可以兴趣不减 还可以去疯玩 对吧 但是一定要注意 还有一种异常的乏力 那么异常的乏力 后面会隐藏着 很多很多很多 我们忽略的问题 如果你有这个意识 有这个认识了以后呢 积极的预防 甚至可以免去得一些疾病 特别是年轻人 你现在其实在预知你的健康 那预知健康就是你把你的乏力 已经到了个极限 预知到极限了 不定哪一天 疾病就会出现 可以说我们的手线 有点冷汗直冒的感觉 因为平常 说实话 我是一个特别爱把乏力 挂在嘴上的人 因为每天坚持录影之后啊 就觉得你睡一觉 是睡不回来的 有可能要一觉连着一整天 人才会有一点点的精神 所以说到这个乏力 具体导致的一些原因呢 今天我们也在现场 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以及我们的三位嘉宾 一起来分享一下 我们来看看乏力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熬夜 饮食不合理 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 隐藏着怎样的危害呢 吃进去的东西 没有食欲 就会虚脱 加重你某些潜在疾病的发生 健康隐患又要如何消除 绿A养生会 精彩继续 好的 欢迎回来 您现在收看的是 由班乐士成人纸尿库 为您特约播出的绿A养生会 我们题版已经准备好了 带大家好好的找一找 这个乏力的原因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点 说的是什么样的内容 饮食搭配不合理 有可能是导致身体乏力的原因之一 这个怎么去理解呢 日常生活当中 大家现在挺注意这个吃的了 水果 杂粮 然后各种各样的蔬菜 一定会有一个均衡的搭配 那什么样的搭配是不合理的 我们还忽略了生活中 雪中葡萄糖 简称雪糖 主要来源 那么这里头就是 大家千万别忘了 三顿饭一定要有主食 因为生活好了以后 大家认为那个菜 才是我们生活水平的一种象征 对 也是营养的象征 对 但是一定要记着 副食永远代替不了主食 它的功能是干什么的 它的任务是什么 是被主食救下去的 那么这里头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乏力的一个 饮食搭配一个最主要的 就是你的血糖的来源 出问题了 那么其实这种血糖 低血糖造成的乏力 还只是一个刚开始的一个现象 它继续要延伸的话 就会头晕 就会虚脱 其实我们在夏天经常看到 这个公共交通的 这个汽车上 地铁看到有很多人 有一些人就会虚脱 对吧 就是因为低血糖造成的 这一点我们特别有分享的经验 有时候我们录影录起来 一天真的没有时间去吃饭 然后从这里录完了 赶到另外一个地方 我中间有一次就开车的过程当中 手脚发抖 然后身上后背冒冷汗 那个是不是就是低血糖的表现 应该是 实际上这个低血糖 就是因为你每顿饭没有吃主食 其实我们主食也不是吃一口就行了 还要有一定的量 还要有一定的量 那么这里头呢 就是你可以平时因为工作忙 那么可以带点巧克力 糖 那么这些都可以帮助你 这个主食的搭配特别重要 好 所以其实第一点 其实挺好理解的 第二点原因 熬夜 年轻的朋友 特别是做电视的都有 都是我们干的事 饮食不合理 熬夜 熬夜怎么会让身体乏力呢 我白天睡啊 人都有植物神经 交感神经 副交感神经 那么我们白天呢 是交感神经兴奋 你就会觉得精神抖操 那么晚上睡着觉以后 是副交感神经兴奋 那么如果你把这个 白天晚上全给弄乱了 植物神经就出现问题了 消化道的神经 就是有植物神经来支配的 就是交感和副交感 那么好 你的交感神经 已经由于你熬夜 你不是一天熬夜 你经常的 那么全都颠倒了 那么你的植物神经 就会紊乱 那么植物神经的紊乱 在你表现在消化系统 那么就会出现 消化酶的紊乱 那么消化酶的影响以后 就会让你吃进去的东西 没有食欲 那么这样的话 时间长了 你的消化的这些营养素怎么样 会越来越少 那么你吸收的怎么样 消化完了的东西少了 那么你吸收通过肠道 吸收到血里的营养素怎么样 也少了 也少了吧 那好了 进到血里的营养素 24小时循环的营养素少不少 少 当然自然少了 你消化的不行 你吸收的就不行 吸收的不行 在血里运转的那些营养素怎么样 就会少 总而言之 我觉得应该有个合理的作息 对 对 对 身体还是有帮助的 第三点 来 一夜之后我们看看什么原因 精神压力大 精神压力大 这也是很多年轻朋友 都共有的问题 精神压力大 怎么会跟乏力 有直接的关系 精神压力大呢 其实也是影响到你的消化酶 会影响到 另外 熬夜精神压力大 你就发现 吃饭就不规律了 可能这顿该吃就不去吃 两顿合成一顿吃 那你的营养素还够吗 营养搭配又不合理 对 所以精神是主导的 对 好 很好理解 第四点原因 重体力劳动 就是累着了 太累了 这个必须把你 对 这个是 那么在这儿 其实我想说的是 年轻人重体力的适应力 就说实际上 年轻人好像看着应该是 重体力劳动者 而且很快就能恢复 但是有人不是这样 所以我想在这儿 重体力有两个感觉 一个呢就是 他是个正常人的 重体力以后他会乏力 还有个是异常的 异常就是 他本身就是 但是有前面三个条件 铺垫的 这样的亚间抗群 如果你重体力劳动 那么这种乏力 往往是不容易缓解 还可以造成 加重你某些 潜在疾病的发生 我们吕老师已经提到了 这个疾病的发生 那到底过度的乏力 会导致什么样的疾病呢 我们还准备了一个题吧 乏力预示着生活中的 哪些疾病呢 这就是糖尿病引起 癌症 经常是力不从心 我们又该如何缓解 身体乏力 绿A养生会 精彩继续 好 欢迎回来 您正在收看的是 北京丰台长丰医院 特约播出的绿A养生会 乏力会预示的疾病 我们第一点说到了 会预示到糖尿病 这一点我不知道 我们在场的 很多观众朋友 有没有可以 跟我们分享那些地方 乏力会引起糖尿病吗 你好 阿姨 我是糖尿病三十多年了 特别乏力的乏力 有时候在街上买了菜 走回来的时候 上楼的上不上的 这些是糖尿病引起了 所以这一点我们来讲 这个糖尿病 真的会是 预示乏力的一些疾病吗 其实这也应该纠正一下 应该是乏力预示 某些疾病 对 不是乏力导致某些疾病 预示的 预示 那么这里头其实 好多好多疾病 它的早期都是乏力 所以我说大家千万不要 把出现的乏力当成是自己 休息休息就能缓解的 甚至有些人呢 休息以后还不缓解 他也不在意 糖尿病病人 就是早期是因为乏力 那么你就要注意了 现在糖尿病确实挺多 那么注意到医院去做个体检 为什么呢 就是高血糖 有很多人说 我的血糖在十左右 我就挺满意了 说我到七就算很正常了 我经常在说其实是错的 为什么呢 你想我们血糖的范围 那么实际上是个比较窄 很窄的 医学上生理的界限 其实给我们很窄 那么如果已经超过正常 你还不知道 因为乏力 那么就要提示你 赶快到医院做个体检 去看看 是否空腹血糖有问题 如果空腹血糖没有问题 那你也别掉以轻心 赶紧要注意 再查一下 仓后两个小时的血糖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仓后血糖 那个糖耐量的话 就可以检测出来吧 对 就是现在已经确定了 就是糖尿病诊断的标准当中 有一个已经非常明确的 就是空腹血糖正常的人 但是仓后两个小时的 糖耐量的试验 超过 11.1也算糖尿病 所以大家一旦有乏力的这种现象呢 一定不要忽略 您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先 比方说我们乏力 我们先排除 排除我们刚刚说的那几个情况 是不是熬夜了 是不是吃饭没吃好 是不是怎么样 把这些情况排除之后 如果还莫名其妙的乏力 就有可能自己要 就脑筋就要动一下了 就有可能会跟这些疾病有一些关系 对对对 但是糖尿病你也别瞎怀疑 我说谁都是糖尿病也不可能 刚才我讲了 就有可能你们家族有这个家族史的 因为还有一个要注意 有可能你很胖的 超重的人 肥胖的人 就都要去查一查 从这样的 就为什么糖尿病 血糖的增高可以乏力呢 就是因为我们人体 每一种组织中间的 每一个细胞 都会因为你血中的糖高了 那么组织和细胞 都会有里头的葡萄糖会增加 就会有高的葡萄糖 那么这种高的迅速增加的 这个高血糖 细胞中的高血糖 可以迅速增加多元酶 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 这个词太专业了 那么多元酶坏就坏在 可以影响到你细胞的代谢 那么它可以迅速的膨胀 细胞迅速膨胀 有的人就是除了乏力 他没在意以后 突然的复视 眼睛呢 看东西都成霜的了 你赶紧到医院去看看 就是糖尿病 所以这个定期的体检 有多重要 这个非常重要 这是第一点 会预示的疾病 另外我们看第二点 乏力会预示的疾病 抑郁症 如果经常乏力 我有可能会是抑郁症的表现了 其实是可以的 但是这里头呢 我刚刚说也不是就一个乏力 我就怕得要命 我是不是都快得精神病了 不是这样 就一定要和多种情况结合起来 好 接着往下看 乏力会预示的疾病 癌症 这个癌症其实现在真是不少 所以这样的时候呢 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那当你有这些乏力的 这个感觉的时候呢 不缓解的 而且是时间比较长了 又不被你重视的这个 一定要开始重视起来 来 看一下贫血 贫血可以引起的乏力 是因为血氧功能的低下 比如贫血有两种 一种大细胞贫血 一种小细胞 那么小细胞就是指的是缺铁 大细胞指的是缺蛋白引起的贫血 那么这个当中要有针对性的 那么缺铁的话 就有可能和多半是和饮食习惯有关 对 所以如果你有贫血的话 你肯定会疲劳 肯定会乏力 乏力 经常是力不从心 可以这么说 这个是一个后果的关系 一看这个人就很弱 脸色 气色也 他肯定一会儿贫血了 好 看过这些之后呢 我们再一起来看看 人体功能与乏力之间的关系 究竟如何 好 欢迎回来 您正在收看的是 北京前海国五头医院 特别播出的绿A养生会 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人体功能和乏力之间的关系 第一点呢 说到的是 胃肠道功能不好的人 容易乏力 这点也是普遍存在 我怎么感觉都像在我的写照 我也胃肠道不好 所以也会有乏力的感觉 这是有什么直接必然的关系呢 胃肠道是我们人体的 消化吸收的重要的器官 那么你所有食物进来以后 首先是要通过它 消化 消化好了才能被吸收到 通过粘膜被吸收到血里 那么到血里的我们人体 才能真正的被利用 你的消化的动力会影响 甚至你消化系统 从我们口腔开始 一直到我们的肛门 都有粘膜 那么你粘膜的功能就受影响 时间长了可能溃疡 时间长了可能胃炎肠炎 时间长了这些炎症 就可以再转化成癌症 原来这就是这样 所以你一定要按时吃饭 不要妄想走捷径 对 三餐一餐都不能小 来 看看第二点 肝脏 肝脏代谢慢的人容易乏力 这个就高深了一点了 肝脏跟乏力有什么直接关系 这个吧 其实有点 对你说的高深点了 就是我们肝脏呢 本身就是我们人的 营养代谢器官 因为有很多营养 和它有关系 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蛋白质 蛋白质是我们人体 所有细胞 数千剂 人体有各种各样 数千剂的细胞 把你湿进去的蛋白质 经过消化以后 这些优质的蛋白质的 这些营养东西 它再重新合成 每个细胞自己需要的蛋白质 那你肌肉的细胞 如果蛋白质缺乏 你显然就没有劲 肯定的 再往下看 这个更高深了 微循环障碍的人 容易乏力 什么叫微循环障碍 微循环在哪儿 看不见呢 看不见你手掌伸开 红不红 红 红 红吧 你再翻过来 指甲 假床 对吧 你再按一下 我们拿手按一下 是不是白了 它抬起来 抬起来就红了 红了 这都是微循环 但是有一个问题要注意 我们糖尿病的 血脂高的 高血糖 高血脂 高尿酸 高血压 你的微循环 都会打个问号 都可能 是否健康 都会打个问号 所以我想在这儿提醒大家 就是你有糖尿病不可怕 可怕的是你始终保持高血糖 就不好了 我们在临床很有意思 就是有些血糖特别高的人 有十几 二十几 甚至还可以更高 他就 我给他定的这个主食 是一天三顿 一天三顿 那么每顿都有 有个分配 比如说五两 那么一般一两半 二两 一两半这样 那么有个分配 他就很不屑的 说 我就一两都不吃 我血糖还这么高 就是意思你给我五两 我还不定高成什么样的 这又是个误区 就是说我想告诉大家 主食的摄入 是要准确的 是 是要正确的 那么你这样 不仅能保证你血糖的供应 更重要的 更重要就是 可以让你的血糖呢 对 不高 也不低 听得出来 还是要有一个 合理健康的生活方式 对不对 好 今天我们要感谢李莉老师 做客我们的节目 跟我们分享了有关乏力的 这方面的知识 好 谢谢李老师 同时也要谢谢我们现场 三位女生嘉宾 节目最后呢 还是要请我们的江波老师 为大家带来精彩的 美食将至 下期养生会再见啦 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美食将至 我是江波 今天在节目当中啊 老师给咱们讲了 身体的疲乏啊 是跟咱们摄取的营养有关系 今天啊 我给您推荐一道 既满足您口味的需要 又能啊 补充咱们身体里边的营养 它的名字就叫做 双花蝴蝶虾 这个双花蝴蝶虾呀 您可能觉得 呦是哪双花呀 是不是黄花啊 不是 是咱们经常使用的 绿菜花和菜花 也就是咱们说的西兰花和菜花 那么除了这两呀 分不开的 而且味道又非常好 富含很多的蛋白质 而且啊 吃起来口感又清爽又脆的 凤尾虾咱们也需要 咱们啊 要把它做成兰花 所以因此啊 叫做双花蝴蝶虾 除了这三样原料 还需要咱们日常生活当中 准备的黑木耳 首先第一步啊 咱们需要把这个凤尾虾呀 做成这个蝴蝶虾 也就是我们行业里边说的兰花状 咱们呢 把一个虾呢 虾尾呢 朝自己身体的外侧 虾的头呢 朝自己身体的内侧 这个时候呢 咱们用刀 从它的腹部呢 撇开 但是您千万不要把它片断 撇到二分之一处 您仔细看啊 用两个手指扶住 用刀尖 将这个虾 诶 片一下 然后打开 您看看啊 诶 这个虾 就是二分之一处 咱们用刀 轻轻地将这个虾肉啊 轻拍 让它成为一个像枇杷状的 然后 从它的中间部分 用刀尖 划上一个小口 然后让虾尾 穿过这个小孔洞 翻上来 咱们将凤尾虾呀 做好之后呢 下一步啊 咱们先把这个虾 翻上件衣服 什么呀 干剑粉 首先 咱们要先准备一小碗 玉米的干剑粉 然后将咱们做好的虾呢 胆上呢 薄薄的一层粉 放在盘子当中 虾呢 蘸完这个干淀粉之后呢 咱们放在一边 这个时候 咱们所有的配料 也就算准备好了 你看啊 咱们这个菜花 我提前呀 用清水已经超制了 还有这个西兰花 咱们做这道菜呢 一定呢分做两步 首先第一步呢 锅中呢 上放入呢 少许的植物油 将锅烧热 咱们先把这个西兰花啊 把这个菜花煸炒一下 尤其是啊 要炒出来这个香味 锅热之后呢 咱们呢 放入菜花 因为菜花呢 相对来说啊 不易成熟 而且呢 它里边所含有的 这个月绿素啊 相对来说少一些 所以啊 咱们要先下菜花炒至 将菜花炒至五六成熟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 咱们再下入西兰花 进行调味 这个 它们俩的成熟程度 还能一致 菜花呢 煸到五成的时候 咱们呢 下入了西兰花 然后呢 然后呢 进行调味 加入少许的盐 糖 味精 烹入少许的料酒 让它充分的入味 然后关火 把西兰花和菜花呢 码放在盘子周围 码好后呢 咱们放在一边 锅里边呢 放入少许的植物油 下入葱姜蒜 煸香 然后将咱们 以前炸好粉滋的 蝴蝶虾 放在锅中 进行煸炒 加入盐 好 倒入料酒 加入木耳 这个时候就会发现了 虾的香味也出来了 料酒的香味也出来了 这个大虾刚好熟 咱们关火 又酥又脆 而且虾味浓郁 充分地补充了 咱们人体的营养 不知道今天 您学会了没有 谢谢您收看 本期的美食将至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